这个眼睛有的时候又摘了 就是这个变来换形象 他老审核老让你重复 这样那样 哎呀满足很不容易了 大家能看到有的时候我都是很多次 实在审不过没办法 就是三截正能量 做多少是多少 只是希望我的公信 就是说大家能领回来的精神 我把我所知 所提炼的一些东西 用很短话说 但是我从不念课文 嗯 赵文强哥没意思 我们就不断的精华吧 希望多吸收 但是有的时候说的 其实我语速已经算比较慢了 希望大家能够沉淀 现在不自然的去理解一下 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四卦 啊 就384有 他分分的同时 他这个能量就不断的减少 虽然他多样 多样化 你看我们游戏现在这个科学 什么东西都搞 搞 其实他都不离这个阴阳 嗯 八卦 那 也可以叫五行 五行 它是另一种区分 另一种划分的方法 那 为什么说 这个 就是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又为什么说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象 八卦 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文科的分 一个是理科的分 就是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象 一边二 二边四 四边八 八八 八八六四 然后 再乘以六 上面八十四 一 以及还能再分 我们只不过是 就是 画的是六画画 还有四画画 还有九画画 你把九总体 你随便画 你玩转的话 你随便画 随便便 然后 这是理科的分 就是把它数理化 把它这个逻辑 这个公式化 而文科的分呢 就是太极生两一 两一就是阴阳 两一生三财 这个三 就是阴跟阳中间的产物 阴阳 有阴有阳 就是这个三 而万事万物呢 都是有这个 有阴有阳的 东西组成 那纯阴纯阳呢 非常少 你说它阳 它比它更阳 那谁更阳 那纯阳只有一个 这想应该懂 那是先天的道德思想层面 而所有东西我们这都是后天 我们用的也大多是后天八卦 这个 这个 我说男男女 是吧 这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一生二 对吧 首先都是人 然后 二生三 三 这两个能生出小孩 那至于说这个小孩呢 是不是吹阳 是不是吹阴 那不阴不阳 反正就 长大之后 他们老了 他这个不断壮大 他会再变 比如说变成阴 变成阳 看你的造化 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灭 很多人 来听的 信的 又还有不信的 你反正这些东西吧 他就是一一辈子跟累生累世的问题 有人强 这个八字印 命印 气旺 这些人在往往不信 时间长了呢 随着它阳的不断消落 阴的出现 很多东西就出来了 纯阴 纯阳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 不能认为那些都是阴 上面都是阳的 纯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都会一事